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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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上一堂课 已经讲到就是說 我们如果有一个戒指 这个是一个电戒指 那这个电介质呢 在这个电场里面 在这个电场里面 这个电场呢是一个 External Field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 在这个介质里面呢 的所有的Atom 我们可以是Atom 或者是Molecular 那它呢 会因为这个电场的关系 而产生Horization 那所谓Proillation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面的Atom呢 就会产生Diple Moment OK 那这个Diple Moment呢 基本上面 我们 这个Induced Diple Moment 我们把它 它以Proillation这个物理量 来表示它 那Proillation这个物理量是什么 就是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 Electric Diple Moment OK 这是我们的定义 我们的定义 然后你把它加起来 然后Pi 全部把它加起来 那这个Pi 这个Pro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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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t 基本上面 我们说 它可以跟电厂的 关系 那这个电厂 跟这个电厂的关系呢 我说 有一个比例常数 但是这个比例常数呢 可以是定值 也可以不是定值 换句话说 这个Alpha值啊 有可能是一个Metrix 把它写在这里 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讲 我们说如果这个 alpha只是一个constant OK 那如果是constant的话呢 就代表的是 这些diogal的tent 它是等于0的 而且 我们说这样子的物质 alpha11等于alpha22 要等于alpha33的时候 那代表 这个 这个 polylation是跟 电场的方向没有关系 那它就是 isotropic 它更像同性的 换句话说 我们因为这样子的polylation 的部分 我可以利用高斯定理 这本来是total charge的部分 我把这个total charge的部分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free charge 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边 induce出来的charge 因为外界电场所induce出来的charge 因为外界电场所induce出来的charge 190分之 这个q的free charge 190已经搬过去 所以这是q 对不起 这次还有一个 dotds 这是等于q的free charge 所以我可以把它定义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displacement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都已经讲过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定义 好 那你这个概念已经有了 在上一堂课我们也针对 在这里面产生多少的induce的surface charge呢 你的surface charge induce出来的 是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induce的surface charge等于多少 嗯 今天 四号 有没有四号 四号是 等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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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啊 多少 知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不能讲一句不知道 你就结束了 你如果你去apply的时候 那 那个apply的那个 不管老板 或者是你的指导教授 或者是你去真是 问一个问题 然后你跟他讲说 你不知道 你一定不会被录取的 蛤 多少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五号 五号 谁 我至少已经讲过 那个东西我已经是讲过 上堂课 在上堂课 讲过两次了 这个东西我至少已经讲过两次了 你第五次出来多少的surface charge 嗯 嗯 有没有人知道 六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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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ot n向量 啊 P dot n向量 N的话就是surface的normal方向 好 那这个东西的部分的话 我再强调一次 不管你老师教多少东西给你 你如果自己不复习的时候 那还是老师的 物理是很现实的东西 你懂就懂啊 不懂就不懂 其实跟老师教的好不好 那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最重要的是你回去有没有复习 你如果回去不复习的话 永远是别人的 现在的美国 门言部的部长 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朱立文 对 那他的情况呢 他在给哈佛的学生的一篇 一个毕业同学的 一个讲稿上面 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 他非常感谢他的老师 为什么 他有两种老师 第一种老师是 他本来他就教得很好的 然后他反正他就是吸收 但是他更感谢另外一种老师 是他教得不好的老师 为什么 他说让他有自我学习的机会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是确实的 因为 物理的东西你就是必须要你自己去思考 如果说全部通通是老师交给你 就很少去思考的时候 你其实收获是没有比自己慢慢的去思考 还要来的 老师给你的东西 是尽量的给你 但是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学到多少东西 你们 你们以后再几年以后再回想我这句话 你们就可以知道 这句话是非常确实的东西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都讲过的 那接着我们要看什么 我说 你们都知道说 因为 这个界电值 在这个电厂里面 这些 molecule 过着atom 都被激化 那被激化了以后 正负电荷已经分离了 所以 这边有一个一个induced dipole moment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些dipole moment一直都会存在呢 有两种情况是 假设这个是急性的分子 所谓的急性分子就是像水就是急性分子 因为它的本来正负电荷中心就不是在同一点上面 那 只是因为电厂的关系 你现在 让它的急性分子 更 这个正负电荷中心 更加的分离而已 那如果非急性分子呢 就是本来它的正负电荷中心是在同一点上面 现在因为电厂的加入 正负电荷中心分离了 那正负电荷中心分离了以后呢 当电厂拿掉的时候 理论上面它正负电荷中心又会恢复到一点上面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怎样呢 当我的电厂加到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会有一个现象 那这个表面的电荷啊 因为电厂已经加到足以去破坏它的正负电荷中心分离 正电荷跟负电荷之间 它们所产生的bund 这个束缩的能量的时候 那这个电子啊 就会跑出来 ok 换句话说 这时候的这个界电子 是不是还是导体呢 那个结缘体呢 不是了 因为一旦你电荷跑出来的时候 就是代表什么 这个电荷会传导 因为电荷厂的加入它会传导 所以这时候的 这个界电子呢 就变成是导体 ok 那我们把 我们说每一种的绝缘体 都有一个冷耐度 冷耐什么 冷耐到我能够把电子释放出去的最大的电场 这个最大的电场 我们就叫做 所以这是我们能耐的最大电场 那对 你们都知道 空气本身 是一个绝缘体 但是 空气也可能变成导体 什么时候变成导体 就是当电场 大到 空气的 direct strength的时候 它就是变成导体 那 以这个 大气来讲的话呢 它的电场 要大到什么时候呢 每mm 三个km v 3000伏特的时候 每个mm 3000伏特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空气的最大的 这个电场强度 就是界电长度的部分 那 每一种 任何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 譬如说我们 pepper好 子里面都知道是一个什么 绝缘体 那子也可能变成导体 它的电场是到 1.5 乘以 哦 15 15 对不起 我把这个单位放 这个10的 3次 3次方再加10 就变成这是10的 6次方的 v除以 换句话说 这个是3 ok 那 patter的部分的话是多少 是15 单位是 乘以10的 16 也就是它是等于多少 它15的kv 当你 每mm 是15 千伏的时候 这个值也会变成导体 ok 那 那里 你都知道它也是 绝缘体 但是 如果我的电场 大到30kv 每mm的时候 那 它也一样变成什么 绝缘体 变成导体 ok 这只是我 举几个 例子而已 那有一个东西 Michael 那这个是两板 乘以10的 6次方 换句话说 两个 我们现在讲 我说 两个平行板 它是一个导体 你如果中间 是空气的时候 这两个平行板 我把正负电荷 加兴趣的时候 它能够忍受到 最大的电压 是多少 就是 3kv mm 乘上 这个距离 对不对 但是如果 我里面 放的界电时 是 玻璃的话 或者更高的 那是不是 它能够忍受的电场 就越大 它的结缘效果 就会越好 对不对 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所有的物理现象 包含你们现在 你要短巧 金箔 里面的 你的手机 你的 这个 平面显示器 你所有的东西 薄薄的一层一层 在那个机体电路板里面 是不是你要让它越薄的时候 它正负级 是不是越要越近 那你要越近的时候 这中间的 界电值的 Bi-Lectic chain 一定要什么 越大越好 OK 所以 在物理上面 过着在工程上面 你可以发现 取找 所谓的 高 界电常数的 的material 是一个 你在半导体工业里面 或者在光电产业里面 非常重要的 因为 石油里面的 一层越大的时候 你这里面能够忍受的电压 就越大 那 缓过来 你就可以越什么 越薄 同样的电压 你可以制作的越薄 它不会击穿掉 OK 所以 在平常 我们把 这样的一个效应 虽然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概念 但是 它却是一个 你在工业上面 或者是在制造越上面 你的 要去突破 要你怎么样去找这一层 薄薄的这一层的东西 那这一层东西 它要有 高的界电常数 它才会有 高的 dialectric chain 它能够的时候电厂 就越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概念虽然简单 但是 这个原理 也是同样的 你们在电磁学 不是电磁学 那个实验物理学 或者是普通物理学里面 都 拿过电阻来测量 电磁 来测量 那电磁是什么 小小的一颗 对不对 那电磁是什么 电磁就是什么 就是平行板啊 但是 你要 你知道电磁 越大的电磁 它是跟它的面积成什么 比例 越大的面积电磁就越大 所以你要 把那个电磁在小小的体积范围里面 要做到很大的电磁 一层 是正极 一层是负极 那么大的平面 跟你把它捡起来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OK 同样的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的电磁就是这样子做起来 把两个平行板把它卷起来 但是两个平行板 你把它卷起来的时候 正负电板中间 一样要夹一个什么 绝缘体 那这层绝缘体的界电常数 也是你这个电磁 能够忍受的电压的最大值 OK 换句话说 我们平常 我们讲 假设 你家的电厂 达到一定的电厂 它不能忍受的最大强度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 界电值就会变成导体 这边的电荷跟这边的电荷 就会综合掉了 那你现在就 这个东西就什么 坏掉了 OK 你已经被击穿了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效应叫做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效应叫做 在这边产生的 你怎么寻找 你越高的界电常数的东西在这个地方 你的东西就更容易越短巧进步 好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 同学 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到这里没问题的时候 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一个 导体 过去你们也问过 导体本身 它内部没有电厂 你们都知道 OK 大家都知道吧 还有人在笑 到底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有没有人知不知道导体内部是没电厂的 知道请举手 很好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电客已经知道说 他在外面了 对不对 然后你也知道 这个电荷在外面 它会不会均匀分布 不会均匀分布 因为在外面的 它的potential是什么 constant 那到底电荷的分布是怎么分布 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说对这个导体来讲 这边分布的电荷 跟这边分布的电荷 我可以把这个导体 视为 这个好像是一个趋力半径 是这样子的球 然后这边呢 可视为趋力半径 是这样子的球 在这里的电荷的分布 跟在这里的电荷的分布 它要达到的效应是什么 V是等于constant OK 那你要达到V等于constant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 就把它简化成什么呢 简化成 这是一个球 趋力半径 是R1 这边 是另外一个球 趋力半径是R2 好 你现在既然要把 这里的potential 跟这个的potential 是要constant的话 那很简单 我就把这两个球 它都是导体啊 用一个导线 把它连起来 另外一个导线 把它连起来的时候 不管在这里的 电荷是多少 跟这里的电荷是多少的话 我们说 我们一直讲的是说 不管在这上面的电荷 是什么样子 它到最后电荷是什么时候 不再跑呢 是它的V是等于constant 而且它的切线方向的 变场是等于0 它变荷才不会跑 那同样的道理 好 这个球跟这个球 它要相同的电位 对R1这个球的话 它的电位是多少 4π以上0 R1分之Q1 这个球体 我们把无穷远的地方 当成是电位0点 然后呢 R2这个球呢 它的电位呢 是R2分之Q2 OK 这是已经把 R无穷远的地方 你把它当成是电位0点 给它看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Q1跟Q2的比值啊 你就可以知道 它刚好是等于 跟它的这个半径程度的关系 OK 它如果是surface charge的density呢 对Sigma1 比Sigma2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是Q1πR1的平方 因为4πR1 Q2的4πR2的平方 所以你看到你这个是Q1Q2 R2平方比R1平方 那我们把R1跟R2的比例 你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跟你的半径程皇比 换句话说 单位体积 单位面积 在这里的电荷 跟在这边的电荷 我们会发现的是 跟你的半径程皇比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会看到 你画电荷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地方 尖端的地方 因为它的趋力半径比较小 你画的比较密集 这边趋力半径比较大 你画的比较西数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也是 由于你的电荷 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个 趋力半径比较小的 surface charge 是集中在趋力半径比较小的地方 如果当外界的电厂 加到 把这个body charge charge 的部分呢 已经呢 把它集穿的时候 它是这些地方 是什么 释放电子是 比较厉害的 这个就是 所谓的什么 尖端放电 OK 那没有问题 虽然它是一个导体的例子 但是其实你在平常的绝缘体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 会适用到的 好 这是我们所谓电荷的分布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知道的 你一旦知道Q1跟Q2 和Sigma1跟Sigma2的比值以后 你接着你会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这里面 对这个球体而言 它的电场只有哪一个方向 Normal方向而已 对不对 就是镜像朝外的 或者是镜像朝内 可以看它带的电荷的镜户 极限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 它是一个Normal方向的电场 然后这个也是 那这个Normal方向的电场 是大小是多大呢 你都已经知道说 E1N实际上是 对一个球来讲的话 是等于4π以上0R1平方分之Q1 那对E2N是等于4π以上0R2平方分之Q2 所以你把E1N比E2N就等于这个比值 那这个比值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这个比值啊 就是等于4π以上已经刷掉了 Q1比Q2R1平方 R1平方 那你把它 Q1跟Q2的比值 把它放进来 R1R2消掉一个 R1R2 所以我们看到了 实际上 你在这两边的电场强度 就是跟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一样的 那这合理 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越强的时候 你的电场当然就是什么 一大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 在这个尖端的地方 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比较强的 而且在这个尖端的地方 电场是比较大的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尖端的地方 电场是比较弱的 而这里是比较强的 的电场 当然 外界如果有电场的时候 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要形成尖端放电 你要形成放电 是非常的 机率会比大非常多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当你Discharge的时候 你放电的时候 几乎产生在这些尖端的原因 哪一个地方 刚好相反了 比值12 越大的 没有讲错但是比物了 越大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越强的电场 越强的电场 好 那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你现在对一个 界电值的特性 你已经了解了 对导体的特性 你也了解了 然后 接着我们要看的 就是它的边界条线 就是它的边界条线 在这边我先讲一下好了 我们11月16号考试 OK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不会再变 因为那一天是那个 那一天是工学院 刚好是IET认证 所以刚好你们考试的时间 我有一段时间 必须要去做一个简报的部分 可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 这个时间不会再变了 OK 11月16号 本来我们就预计那一周要考试了 只是说我现在提 告诉你们就是说 不会变到星期三了 就是星期一的早上 就是11月16号当天考试 OK 16号 就是10点啊 我们就是10点到12点啊 对啊 换回就到上个礼拜的啊 对啊 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刚刚好差不多 就是跟我们课程大纲的进度差不多 然后有一件事情是 现在讲的部分的话 已经是在你们的 好像第三章的部分 对不对 因为后面的部分 所以Image charge跟我们再解那个那个 那个 Laplace equation 当我把我所有的Direct 性质讲完以后 我们Laplace equation 就整个是 你不管是导体过的世界电子 就一起讲 OK 这样能够了解吗 所以你们自己看课本的时候就 从第二章轟到第三章的部分 第二章开始考啊 对啊 第一章已经考过了啊 但是第一章考完的部分的话 并不是说考完就不能 我们不要用了哦 第一章的东西通通第二章我们已经用了哦 对 第一章 在讲的数学就是要为了我们 后面的东西要用 才讲数学的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你讲考的是数学 我可以不会 OK 好吧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接着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哦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的这个 静电厂的Boundary Condition 在之前 我们已经讲过 Boundary Condition 是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呢 是这是一个 Conduct 然后这是 Free Space 这是我们已经了解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 之前所处理的Boundary Condition 是 这个Interface 过着我把 Conduct 跟Free Space 的Interface 这是我们之前 已经处理过的 好 同样的 这是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在这个条件底下 Boundary Condition 是怎样 前面已经交过了 刚刚讲到6号 对不对 7号 你有两个戒指啊 一个是 真空 Free Space 一个Subconduct 那 电厂在这里呢 从第一个戒指 到第二个戒指的 电厂是怎样的情况 它会垂直表面 然后呢 哪里的电厂会垂直表面 如果这个是1 这是2 某某方向 对不对 然后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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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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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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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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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没有 好 这是我们对于 导体 跟free space 的interface 那接着我们 想要探讨的东西 是什么 我们说 接着我们要探讨的东西 是两个 换句话说 这是一熊万 这是一熊兔 那 一个是medium万 一个是medium2 那 同样的情况 我说 E1 跟E2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这是我们接着要探讨的东西 好 针对这个问题的部分 你还记得我们在处理 这个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 我们用了两个技巧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电位 它一个封闭回路的电位 它是等于零的 OK 因为它是在静电厂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高支电力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表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表面电荷是多少 同样的方法 用在这里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用在 这个 两个都是存储 是电物质的部分 我们说 首先我们去做 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呢 紧贴着 interface ok 它的厚度呢 是delta h 当然这个delta h呢 这样趋近于零 就是我们 在做这个 回路的时候 abcd 这个回路 我们所 第一个 我们 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对这个回路而言的话 我说 e.dl 它应该要等于多少 多少 刚到 8号是不是 9号 9号在哪里 多少 1到的第二 等于多少 多少 大声一点好吗 怎么那么小声 ok 你这不敢讲 就代表你没有信心 你能够等于0 你就大声的讲 你是等于0 ok 好 我们说 这个封闭回路 那 电场 从 a点到b点到c点到d点 这个就代表 它做的工 e.dl 再加上 v.c 加上c到d d到b d到a 它是等于0 那这个等于0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部分 要处理的 我说从a到b b到c c到d B到这个1的部分 那你现在 这一段 从B到C 和从D到A 这一段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实就是说 我们做这个回路的时候 ΔH是继续于0的 所以你可以从B到C 和从B到A 它ΔH是趋近于0 而且在非常非常薄的情况之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走的路径跟这边走的路径 刚好是什么 相反方向 所以这一个东西是等于0的 换句话说 ΔH是薄薄的贴在那个界面上面 OK 这个interface的部分 这是一个界值 这是一个界值 这个我们的回路几乎贴在这个interface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探讨 就是这个界面 出来跟这个界面里面的电场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好 这是这两项的部分 那再来是这两项的部分 我们看到A到V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E.DL 因为你已经贴在界面上面了 所以A到V的位置 你从积分过去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电场E是指 算了什么component 切线方向的component 切的这个surface的component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E.1T的DL OK 再加上 从C到D 一样的 你现在是什么 E.2T的DL 但是E.2T呢 我们DL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现在是跟它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负的DL 这个要等于0 换句话说 如果我这个宽度 所取的DL 是一个任意的宽度的话 那我的DL可以缩的短一点 也可以比较长一点的情况之下 这个关系是都要什么符合的 换句话说 这个E.1T跟E.2T 其实就是 这个小的Local的E.1T跟E.2T 你可以去个别的去测试 那我们会了解到的是 E.1T 如果DL 你是Arbitrary 那E.1T的DL W-2E.2T的BetaW 这是等于T 换句话讲 你知道 E.1T跟E.2T 要相同 这是第一个 你的切线的电场 你已经知道 它要相同的了 当你从第一个切纸 进到第二个切纸的时候 那 再来 你想要看的 就是 Normal方向的电场 那既然你要看 Normal方向的电场的话 同样是这个Interface 那我们现在 我们把这个Interface呢 把它画成更立体一点好了 这是Medium 1 这是Medium 2 OK 对这样的一个Interface E.1T和E.2T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高丝面 这高丝面是什么样 对称的一个高丝面 然后 圆柱形好了 那这个高丝面呢 刚好是跨了 这个Interface OK 差对称的一个情况 好 对这个高丝面来讲的话 你现在看到 我们说 对 这个高丝面 D.ds 它应该要等于多少 我高丝定理 高丝定理是什么 这个要等于多少 Q 对不对 Q是什么Q BCharge OK 换句话说 你现在这个东西啊 是 这个高丝定面里面 有包含的FreeCharge 你全部要放在这个高丝面里面 那 我们再来看 左边 的部分 实际上是 它包含了 几个Surface 第一个Surface 当然是 N1的Surface 第二个Surface 当然是 N2的Surface 第三个Surface 当然是周围的Surfac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D.ds的部分 实际上是 Surface1 D.ds 加Surface2的 D.ds 加上 Surface3的 D.ds Surface3就是什么 就是侧面的这个 在这里面 有一件事情是 在这里 我说如果 我现在做的高丝面 是 它的厚度 D.detaH 一样的是 趋近于0 那 当我 D.H 趋近于0的时候 我知道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知道的是 我在这一圈上面 我的高丝面是这样子 然后D.s都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D.s N3的方向是不固定的 但是 N3的方向就是什么 这个Surface的切线方向 对不对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E1T是等于E2T 换句话说 在上面的电场 跟下面的电场 的切线方向是什么 一样的 那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理论上 你在这个高丝面上面 D. 在 Median1的部分 它的D呢 应该是 一雄 1 1 1 T 然后在Median2的部分 D2T呢 是一雄2的 E2T 而这两个值 是一样的 OK 但是我们的 DataH 如果取到很小很小的时候 这两个值才会是一样 因为我们考量的都是什么 这个Interface 勃勃的一层的关系 当你DataH 取到非常小的时候 这一项 也就趋近于零了 OK 所以 我们会发现的 现在你只剩下 这两个T 这两个T 一个是 D1 N D S1 因为你的 N1的方向 就刚好是这个Interface 的Normal方向 D已经很小了 所以你的那个高湿面 就是你的Normal方向 OK 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D1 就你的D1 N1 那然后呢 D2呢 你的D2啊 我们现在 我们把我们的D 从Interface 1 进到Interface 2 那我们会发现说 对这一项而言 D2N DS2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 DS的N2 但是N2 跟N1的方向 刚好相反 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是 DS2的 DS的负质 那有没有问题 这边已经没有DOT了 因为已经乘起来了 当然因为它是存量 这个呢 Total要等于Q的Recharge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把D1 N 减D2 N DS 这个积分起来 它是等于Q的Recharge 那Q的Recharge 我如果把它做成 Surface Charge 然后DS 就是在这个 高斯面 内部的 V Charge 自由电货 在这边 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基本上面 这是对Surface积分 这也是对 同样一个Surface积分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D1N 减D2N 就等于 是Q的Recharge 或者 你基本上面 因为你是Normal方向 我们就把它D1 减D2 那你的Normal方向 是哪一个方向呢 我们说它的N1的方向 不是N Dot 就是Sigma 0X OK 好 哪一个地方 你再把问题讲一遍 D啊 D啊 就一凶零 1加P啊 对啊 你说这个为什么不加P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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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一凶了 对 你是说这里没有加零 对不对 对 你这里已经 这个是真空的 这已经是借质的 OK 所以你如果这边是写成 一凶零 一 你 1 就要加P 1 OK 你已经是借质的 一凶1 一凶2 就是这个管 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那在这里的N 很明显的是 好 我们从N2的迷点 指向N1的迷点 OK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 我可以这样子来表示 我也可以这样来表示 换句话说 现在你知道了 在这个戒指 medium跟1跟medium2的时候 medium跟1跟medium2的时候 你知道了一件事 它的切线方向的电场是 连线 连续的 法线方向的电场呢 是跟它的surface charge有关系 而这个surface charge呢 不是感应产生的surface charge 它是什么 free charge哦 是自由的电荷哦 在这里面 这是已经自由的电荷 感应产生的电荷已经 包含在D里面了 OK 那换句话说 假设 我根本没有free charge 假设根本没有free charge 在这个medium1跟medium2上面 它其实它不带电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D1N要等于D2 OK 这是一个special case的情况 好 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我们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就是两个界电子的情况 那换句话讲 如果一熊1是等于一熊0 OK 那你就是什么 一熊1是一个真空 那这是medium2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看到了是 你的E1T是等于E2T 然后呢 你的D1N跟D2N呢 在这个真空的界面上面 我们会发现 一熊 本来你的D1N是等于多少 E1的E1N 再减掉一熊2的E2N 而这一个现在是一熊0 OK 这个 就是你的free charge的surface OK 那在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界值是不会带电的 除非你是要去把这个medium把它带电 那如果一旦你要把这个medium带电的物质的话 那它的normal方向它就不会continue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物理现象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的bounded condition是很清楚的了 那这个bounded condition呢 我们在后面解答plus equation的时候 你就会要用到 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界值的时候 你的电场会是什么样的变化 你的这个displacement vector 会怎么样的变化 你自己要会判断 OK 没有人会再跟你讲 因为这是 这就是你的常识 这常识是属于专业知识的常识 感谢大家 好 那 我们几个例子来看 你现在你都已经知道 这些 这个 介练介质的 电厂的一个连续的 情况以后 那我说有一个medium 这是medium one 这是medium two 那我已经给你了 给了什么条件呢 给了一雄一 给了一雄二 两个介质的特性 然后我再给一个 进来的电厂是多少 换句话说 假设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进来的电厂 一万 那 阿法官 一万给的话 就代表方向大小都给了 我要问的问题很简单 请问 E2是多少 问题并不会很困难 对不对 为什么 第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电厂的切线方向要连续 所以 对 一万的电厂来讲 它的切线方向是不是就是 OK 它的法线方向 有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 你知道 E1T要等于 E2T 所以你马上知道 这个场进到 Medium 2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 大小相等 的E2T 这个大小 一定要想等 OK 那第二个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你知道 D1T 减掉D2 它的Normal方向 它是等于 Surface的 Recharge 那 现在 在整个条件里面 告诉你 Surface的 Freecharge是等于 0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E1T 它等于 E2N 那 D1N是等于 E1的 E1 D2N呢 是等于 E2的 E2N OK 那我们看到的是 E1N是等于多少 E1N 这是Alpha角 这也是Alpha角 就是E1的 Cosine的Alpha1 那 如果 我现在 把E2 直接 我知道 它的 我知道它的E2T 一定要大小 在这个地方 那 这个角 如果 视为Alpha2的话 那我说 E2N 是不是就等于 E2的 Cosine的Alpha2 OK 那E1T呢 是等于 E1的 Sine Alpha Cosine的Alpha1 要等于 E2 E2的 Cosine Alpha2 两个有了以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Tenalpha1 比Tenalpha2 的比值 好 你把它比一下 就变成是 E1 1比E1 2 OK 换句话说 你的Alpha角 你就定出来了 那它的大小呢 E2的大小 就是 1万N E2N的平方 加 E2T的平方 那你把它算一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E2N 就等于 一熊2 分之一熊1 的 1万N 1万N的话 是等于 1万 的Cosine Alpha1 然后E2T 就变成 1万的 Sine Alpha1 平方 所以我们马上 看出来 这个是 1万 好 这是 Sine的平方 Alpha1 加上 一熊1 一熊2的平方 的Cosine Alpha1 你马上就得出来了 所以大小方向 你都知道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进来的电场 是有多大 OK 这是我们 很简单的 从我们刚刚 所举的例子 好 所写的Bunday Condition 直接就可以 看出来 我们电场 经过这个 整个界面以后 那它的 大方向 的变化 它的大小 的变化 那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 天圈R8万 比上天圈R8万 是H1 比上H1 哪一个 上面那个 这个 是H1比H2 H1比H2 对 那名字写H2比H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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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这个 这个比这个 这个就等于H1 的Tenner Alpha 1 是等H2 的Tenner Alpha 2 它是代存固 H1 是代存固 H1 还是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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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一笔 E1的sinα1 比E1的cosα1 是等于E2的sinα2 一熊2的E2的cosα2 抱歉我可能把 10的α1 一熊1是等于 10的α2的一熊2 所以 这个是一熊2 这个是一熊1的2 很好 很好 ok 所以这边有一点 啊 这个 笔物的部分就是你把它除一下 你看我看 一熊2 一熊2 α1 上面这个是没有 是有一点笔物了 反过来 然后后面的部分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 一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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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很好 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马上可以看出来 你马上可以看出来 你的电场跟磁场的关 电场 它经过这界值以后 它的normal方向 好 跟水平跟圈值的这个方向 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 这是一个例子 那 接着我们到 再看第二个例子好了 第二个例子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举一下 就是说 我现在是有一个电场 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当然电场是很均匀的电场 那对这个电场来讲呢 如果 我突然 把 一个界电值 放进来 直接把它插进去 那 这个界电值 它相对于 这个电场的部分的话 它的 代表的constance 一熊R 那当然你知道这是free space 这也是free space 那这是一熊R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外界这个电场 一样 如果我把它定成 10i的话 那我也知道一熊R 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里面 它的电场是多少 然后 然后 它的displacement 是多少 然后 它的polylation 是多少 那 其实 对这个问题来讲 它基本上是很简单的 它是有两个界面 在这样子的是一个界面 对不对 OK 那这两个界面 唯一的不同是在哪里 唯一的不同是 对这个界面而言 它的电场是 10是这个方向 这一熊R 一熊 而对这个界面呢 它的电场是 10 然后一熊 这一熊 你看到就是两个界面 那有没有问题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 刚刚如果 你的学习是 ponday condition 你是会的话 那你现在你就没有问题了 你只是什么 现在的界面 原来的 这个是10 现在这个是10 你现在要求的是 这里面是多少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多少 OK 那我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当成你们的problem problem是第几了 十几了 十 十 十三还是十几 十三的样子 是不是 好 OK 所以下个星期三的部分 好 这是 然后再一个problem给你们 下面这个问题 也不困难 也不困难 但是 它却是一个我们平常 你要去design 也就是你要去设计 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知道 我说 我现在是一个cable 那cable 那cable的话就是长长的 这地方这个就是cable ok 好 这个都是cable 那cable的话呢 我说 基本上对cable而言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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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不需要刀那么多圈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圈的代表的 constant是3.2 这一圈的代表的 constant是2.6 OK 2021年3月2021年3月1日上 Okey 因此广名 有問題,我已經給你一個工作電壓,最大的工作電壓 也就是你的director,是25個這個乘10的6次方的每米糊塗,也就是25mmK幅,這個是20K幅的millimeter 那問題是為什麼?你要怎麼擺?要把這個這一方擺在哪裡? 也就是你的RI要放在哪裡? 我應該講RP要放在哪裡? 那RI呢,如果我是0.4cm的部分 OK? RI是0.4 然後我的 看一下 你雖然這是你的最大的工作電壓,我為了確保你的設計的時候 我給一個最大的電廠,希望小於25%的die electric 你去設計它的時候,你不要設計到滿 你這個切保安全起見,你就把它設計 最大最大最大能夠忍受的電廠,是這個,direct的25,25,四分之一 那我的RP要放在哪個地方? OK?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Cable,Cable的話就是圓柱形的無窮長的導線 以無窮長的導線來看待它 OK?那,換句話說,在這個問題裡面的話 你要每一個地方你去看你的電廠的大小 然後用你的這個die electric的觀念 然後去看你的die electric strength 在哪個位置的時候是符合這個條件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外加電廠 沒有外加電廠 你這個不需要外加電廠,你就應該要設計 當你有外加電廠的時候 要保證它不會被擊穿 對 OK? 好